我们都希望拥有无穷无尽的意志力 来对抗懒惰 焦虑 诱惑 以及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但现实是 意志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 当我们不断对抗自己的欲望 进行了一整天的工作和学习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很难再抵挡各种诱惑 做一些需要高度集中的事情 哎 那我有个疑问 到底有没有办法才能提高我们意志力的上限 从而当我们面对各种挑战和诱惑时 能够战胜自己的弱点 勇敢面对呢 我想这个人已经找到了答案 朝阳东勇怪哥冷水浴健身继续 加油 劳力开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总以为怪哥老师在进行一些行为艺术 可后来 当我再一遍又一遍看他的视频 又不禁开始怀疑 为什么东勇这么冷 他却每次看起来都非常开心 甚至还有点享受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博眼球而装出来的 胜利了 为了验证这一点 我自己也去尝试了一下 各位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三小时车程的瀑布旁边 这个水 我要向东勇怪哥老师学习 挑战一下东勇的感觉 太冷了 你看我这肌皮疙瘩 我靠 我们怪哥老师一直这么说的 怪哥老师 我们人类其实是一种可以不断适应外界环境的生物 当突然接触到极度的寒冷之后 大脑会感知到生存受到了威胁 从而快速产生一个神经传导物 去甲肾上腺素 这个东西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同时还会暂时忘记所有的烦恼和焦虑 从而让我们全身心的对抗这份寒冷 与此同时 根据200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 当冷水池的温度达到14摄氏度以下时 我们的新陈代谢和心率都会暂时性的升高 所以我们能感受到自己呼吸加速 瞳孔放大 而且为了维持体温 我们身体中的棕色脂肪会和去甲肾上腺素相作用 从而产生大量的热量 帮助我们对抗寒冷 不仅如此 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状态下 还会让我们的多巴胺水平显著的升高 就算在结束后一段时间 也会高于基础水平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平静温暖 并且充满动力的感觉 也许这才是乖哥老师东勇的真正原因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并不只是因为上面那些好处 才尝试各种悲虐 而是我终于找到了 视频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来自各界的压力 无论是金钱 学业 工作 家庭 有时我们根本无力去改变这些环境 只能去适应 但是 如果利瑞博士所说的是真的 那意志力就像是一块肌肉 当我们不断向它施加外界的压力 去一次又一次的锻炼它 那么当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 我们就不会再恐惧 逃避和焦虑 而会更加从容的正面面对它们 为此 上个月我连续洗了30多天的冷水澡 我就是想试验一下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身体上的不适感 来锻炼精神上的意志力 现在呢是早上的10点半 那我们家的这个水龙头的水温呢 最低是 19度左右 我的最终目标是 每次去洗冷水澡的时候 都能保持一个平定的状态 但是既然这是第一天呢 只要能坚持一分钟就已经不错了 第一天完成 虽然没有之前冰水池那么难 但是咱们的目标是要坚持30天 我现在呢准备弄个咖啡 然后待会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各位今天是我洗冷水澡第七天 我发现现在每次洗完之后呢 我马上就会从一种半清醒的状态变得特别清醒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和咱们之前说的 去甲身上腺素有关 因为在洗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只老虎在追着你 你想我们能不高度集中注意力吗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当你洗完冷水澡 马上开始工作 而洗热水澡 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目前关于冷水澡的调查研究并不多 但在2016年 跟踪调查了3000多个人之后 他们发现 每天只要洗30秒的冷水澡 他们生病的几率就会大幅度下降 但是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健康问题 尤其是心脏病高血压 在突然接触到寒冷后 有可能会对心脏造成更大的压力 所以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洗了这么多天 还是这么冷 暖和了暖和了 但是就像著名的冰人 Wim Hof所说 在之前没有热水条件的时候 我们人类一直是用冷水清洗身体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 快速适应冷水澡 we are in the end mammals guys and it's great to feel the mammal inside 19 20 21 2 7 8 9 各位 今天是咱们洗冷水澡第16天 不知道前几天 我洗的时候一直在大喊大叫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话 也肯定是一样的 但今天呢 我们要增加一点点难度 就是在洗的时候 要尽可能不出声 保持平静 同时把时间腊长到两分钟 我相信自己应该可以 我觉得这种反应是正常的 因为在接触到冷水的一瞬间 就像是生活上突如其来的各种压力 有可能是和喜欢的人分开 有可能是工作上 deadline带来的恐惧 有可能是财务上 突然遇到困境 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下意识地 想要逃避 就像我在冷水中尖叫一样 但是 当我把所有这些烦恼 都想象成冷水 再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它们 渐渐地 感觉这些事情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像著名的演说家 Les Brown所说 当我们一直做困难的事情 生活就会变得简单 而当一直做简单的事情 生活就会变得困难 我觉得这是对于 洗冷水澡意义的 最佳诠释 最后一天终于结束了 不过我觉得接下来 我还会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因为它已经成了我早起流程的一部分 而且我感觉冷水澡有点像 电影永无止境里 那个叫NZT的东西 感觉吃完就变得特别有动力 当然我这有点夸张啊 但是我相信肯定有小伙伴 在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想尝试冷水澡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并不适合所有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而如果你想尝试的话 可以先打开热水 再慢慢调低温度 坚持30秒 再一点一点的往上加时间 但不管怎样 我觉得冷水澡相比于健身和断食 是既可控成本又比较低的 追求痛感的方式 这期视频的制作周期真的有点长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挑战类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啊 这样我会在将来出更多 更有意思的挑战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乖哥老师 您这个东勇这么长时间 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是老师 我吧 是糊涂庙里糊涂神 十多年的时间 免疫力稍微增强点 心情愉快多了 那个原则可能大家都知道 随时随地健身 随时随地健身 来说 今天 我来说 来说 对 来说 来说 这是